在社區居民的見證下 完成了捐贈 一是簡單 也溫馨 最后的機會 社區需要公共空間放置設備 刺激人得知後 特地送來兩座全新的貨櫃屋 這不是第一次伸出援手 兩年前遭靈火自虐 社區百废待舉 居民就收到了應急的物資 喬治夫婦送上了盛開的花朵 表達心意 承諾要做大家重建家園的後盾 不單是資助蘇西 修好代步車能夠下山工作 直到賈可布的拖車屋會漏水 也前去關懷 從建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陪伴 我們帶給他們的鼓舞 他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可貴 親切的問候 了解生活狀況 一步步陪著社區居民 要找回美好的家園 帶來新聞真善美志工張金寶 廖琼玉美國報導 我們要找回美好的家園 美國快樂